一个是什么?你从分时上入手,就是分时走势 从分时走势上,我怎么进?那怎么进呢? 那用分时横排,分时不破前提,这个来先分时开始 然后再回头看K线走势有没有支持,就是有没有形态 这是这个方法,大家讲这是这个方法 但是呢,分时炒作吧,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这个股价吧,分时走势没起来 大家又不时时的进行盘踪的大盘下跌和个股的抗低这种比较 你的感觉出不来,下单这个决心也挺难下 因为你对分时的操作掌握的还不是到位 那么K线入手 那么刚才说了,第一个入境是分时走势 你说,吴老师这些东西我掌握得很好 分时分盘我也会识别,我也改下手 那好了,你就用这个,用分时走势来做 你分时走势做的不是很好 或者是,有的朋友呢,他上班一族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时时盯盘 但是,他下午啊,他有呢,就是收盘以后 他有时间去选股票 那么呢,你就关注这些大的形态 比如说,为什么刚才提到了双底有数,你未必改进 因为这个双底呢,还不知道这只股票 这个波段能够涨数多么快,涨幅能够多么大 是吧 你就,如果放在大形态,就是大的形态 比如说平台了,五万岁了,哪怕是空中双底 这都比一些底部的双底要比较容易识别 因为他毕竟高企的,高企的优户盘,优户盘数都涨大一些 所以说,你就,你们就关注一些 是吧,比如说像这个股票,平台 一启动,没启动之前,你们不要介入 啊,启动了 把前面的,比如平台,把前面的扫平了 啊,这两个平台,把前面扫平了 扫平了,你就大胆的介入 因为大形态的启动,不能一个波段而去 像我们有一个,啊,叙事,就是突破系长 突破系长这个股票,我不是说在说远见 就是说,他如果能突破 比如说像谢五分,这个平台,是吧 小的形态是个短暂真理 大的形态几乎是个空中双底 或者是把他看到一个大的相提,都非常不可 是吧 是,你这样呢,一老头,在分身走势上呢 你不要看分身走势都可以 能把前面扫平了,就扔进去 啊 这样呢,就是说 能够对你分身走势,如果掌握不是太好的 啊,你,你别要求,你得分身走势 契合买点,散加你的山上,买进 也许你那是没有那个水平 那没有那个水平怎么办呢 你就是一冒头 就给他盖下去,能控股这个股票 五百十,五百十,完了一突破 一突破,就扔进去,能长几天 长几天,是吧 包括你这么,拿波段操作 你就什么时候出现了,头部的形态 头部的信号,波段的头部信号 那个时候你再考虑再卖出 比如像现在,那 这是个,你说是个五百十也好 还是个回调也好,回调才会跌的钱 对不对 但钱门一扫平,就扔进去,扔进去 拿一天回档,你,你也不用卖 因为他走一个波段 所以说,你就拿着他 是吧,也就是说 从K线上入手这个路径 很简单 但是你必须强,我必须强调的是 第一次,第二次,第一次,就是第一次的启动 今天大型态,你们 收盘以后,把这些大型态的股票都收来看 第二天,假如说你有时间订盘 和没有时间的订盘 你说到九点半个钟,一开始等于 十点半个钟,再单位一口,偷偷看看股票 我这个股票突破了 这个时候甚至管的馅儿不馅儿都无所谓 只要是越过前高点了,啪,就杀进去 奔一个过那儿去 你看,我这么一说,大家可能说是 啊,就开窍了 啊,不是说吴老,吴老是这 这这这这这东西不是说 非,非得再契合买点三加一 那三加一这个一吧,横盘,我抓的又不是那么六道 掌握了又不是很好 我是扰在这个地方,我两个月也没学好 半年也没学好,一年我也没弄好 这是讲的,打个比如啊 那我这个钱怎么,我什么事弄好,我才能赚 那不用,这个时候大型态启动 特别是,等到我讲了各国一大盘同态市的时候 只要是这支股票和大盘同时起落 就说明他把大盘人拽起这个饭话 就是大热门,大热门 那么扔进去,大盘一直在走,他一直走着 你就冰完了 那这种走势很简单 那这就是各路操作的两个路径 你就从哪个路走 你说吴老师分势,我长得很聪明 分纸走势,我进过摩托的时候,那行 行,行到什么程度,行到 行到你都不用 做盘以后选票 就天天,天天一目四目选票 见方盘的就,就买,就,就行了 买完之后,你还是做多段 你还是,你还是做,做短线 那随你,也行,也能赚,赚大钱 天天赚大钱,也能 但是,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呀 是吧,不是,那不是 你的胆来自明放大以前 也许你不敢进 就这样怎么办呢 那就是说,现在屁线入手 一冒头,一冒头 大型态一冒头 一愣给你的第一天 最迟的第二天 你连走好几天了 你也往里去 那可能到国家那尾声了 所以就不要追高了 就建议你在刚冒头 为什么我的远见呢 有个叙事形态 叙事形态是叫你抓七分 买点三家第二天分手 这都是有意义的这么进 突破其党是指的 大型态第一天 刚刚启动 选择的鼓掌 你给扔你去就完了 非常简单 这两个路径入手 你怎么入 当然了,你说 我大型态启动 我也能看到 能敢抓到 分时走势横盘 我也能抓到 二合为一 那你高手了 你如果是分时能做好 做不好的情况下 提前入手 能做好的话 分时 在七分买点三加一 就能够天天都能抓到 天天都能做 那我就不用再说了 是吧 我就对你们就放心了 那下面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呢 咱们讲讲卖票 卖票呢 我再简单的说一说 因为我书中的奖励吧 也比较详细 是吧 这个我在黑板当中 给大家再演试一演试 你说我买了票之后 买了票之后 我就看了 不止走吧 我什么时候看不好了 我再卖 那你就卖不好了 是吧 你把它定下来 你是短线操作 是吧 你是 短线操作 有短线操作的方法 是吧 你是中线操作 中线操作只是拨断 是吧 你拨 拨断 我是拨断操作 这就是拨断操作的策略 长线操作 长线操作 就是趋势操作 趋势操作 你怎么 怎么操作 这都有讲究的 你只要是 知道了 关键点 被人把握住的话 那 那就是 卖起来 就是很简单 是吧 那 现在说 长线还是讲 啊 长线 长线操作 咱们讲趋势吗 一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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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上手趋势 下轨 是吧 下轨一刻 你卖了 因为你长线 你不要计较哪一天 转了多少 啊 甚至不转 长的大小 都不要计较 就看整个的趋势 五日均线 是吧 我们说过吗 你K线呢 连K线都不用看 啊 你就看五日均线就行了 什么五日均线破了 和十日均线破了 上手趋势下面破了 或者是破万次后 在二次在墨 在墨顶 在墨顶 卖到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长线操作 就这么简单 分支走势不用看 K线不用看 大线交 冲上去管理 是吧 所以说 尤其是讲长线操作 啊 最简单 越往破断 越往转线 越细节 操作难度 越加拉 是吧 这我 我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再加上一个 长长长 啪 最后冲刺 啊 没有 是吧 长线操作 就可以 就会了 是吧 那么你讲 不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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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底线 五日军线 是底线 你大型台 来上之后 只要是 能给你顶了 能给你顶了 顶了就 就不用了呀 是不是 什么时候 这个 讲这个五日军线 它不是哪一天 就能下来 就砸下来 只要五日军线 有角度的时候 它就砸不下来 五日军线 是怎么下来 五日军线 是爬爬爬爬爬 压平了 压满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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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下来 是吧 所以在五日军线 之上 没出现攀折的时候 你就一路吃骨 放进吃骨 祝国在操作 分身走势 你就少 少看 少看 就看 那可以现 连续上涨 就 就连续上涨 出白离了 再说 整理整理 把它再往上 五日军线 都顶住 不要看分身走势 你要看分身走势 一天搞得很紧张 是吧 所以说 你等着 盘德了 时候想慢慢怎么卖 或者是大天亮的时候 上涨线 时候再怎么卖 是吧 你这次卖 可能是 符合我的契合 卖点三加一了 天亮最大 上涨线最大 分身走势之处 那是卖点 是吧 那是就 就完了 卖点操作 或者是当打到 打到 破了五日军线 十几天 有没有反错 等等 反正你在这里 趋一面掉 你就是高手 那 你就行了 你有卖点 你别的卖点 抢个美声 去拿的 你这就不对了 你卖点操作 有意识的 去拳那些 大型态 刚刚起动的股票 卖点操作 就不要在 卖点后边去 美声当中去抢入 那是制造倒霉 是吧 那么在刚启动的时候 买 刺骨就一路刺骨 无人就先能顶着 不看分身 再强调 不要看分身 是吧 能卖的时候再看分身 你不卖的时候 平时无人意见 有角度 就不用看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波站操作 应该也没有问题 而且我在书中 讲的也很明确 但是有很多朋友 这个波站操作 就是不敢打 就是不敢刺骨 分身一得手一得 就下个命了 所以说 你要掌握住的时候 这也很简单 关键是 五日军线的 底线不破 或者是助长 它的支撑没有了 上面有盘整了 它的助长功能又没有了 开始五日军线走平了 再下班 就卖了就完了 卖了之后 躲避 躲避大形态的 挑选给你带的风险 因为它不一定再次起来 它有的时候 下来之后 就不给你转带 再下来怎么办 所以说 五日军线自上 就能卖掉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就 越往下 越往里边走 越就复杂了 长线不看费线 波段不看分身 短线就得看分身了 短线 那么你进入了股票之后 那么看分身 昨天是个阳线 我第二天 我颠着颠着它 我是怎么卖 因为我不是做波段 所以说 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给自己定下来 你的持股策略 一定在你第一次进票之后 就要制定下来 我是波段操作 当然了 有的股票 没有波段 大盘就一个反战 就下来没有波段 怎么办 那不是你做波段的时候 是吧 如果大盘 跟着你个股同时上的 这就是做波段的时候 短线操作 昨天通过 七分百点三加一 我进去 我转了阳线 我做短线 说现在讲述 我是做短线 你有整理 我也带着 带着 你整理这一天 我可能就 有些抓 别的反战买去了 是吧 你户 不断 短线 短线 实际上 短线 最挣钱 你天天能抓板 天天能抓个 八 涨户八 七八 这个股票 你不天天赚吗 还没有 过夜 过夜 就要睡不好 那个 那个 是吧 诸葛梦 买了股票 有的朋友就是 跌了股票 他没事的 跌了 你什么事 我烦了 赶开 我什么事 我再购 赵 哎呦 赵就紧张了 你第二天 最好 你别给我 蹬腿 你给我 开来 这个赵定买就好了 哪那么多好事 所以 涨了那股轮当 我再顺势 给你 给你 搞得非常紧张 是吧 所以说 你这样 你就 好 我给定下来 我不是做负责了 我就是做短线 做短线 第二天 什么分子走势 最最好啊 那那横盘的走势 如果出现了 第二天的横盘走势 如果出现了 前世冲锋 回头不过前世 你走势 这些都买点 你当然就不用卖 因为他太早 找一个 掌定买 你有了买点 你就不要 不要卖了 是吧 万一般说 这个主事 我一看出来 这个主事 这一开盘 刺上去了 我刺下来 完了就开始 这么正当 那今天 一考虑 我不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 你在拨段 拨段当中的 这个K线的造型了 通过分日走势 就知道了 知道是什么 知道是 有可能就收个星 在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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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涨了 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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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 今天 低开 今天低开 低开 低开 低下 哎呀 下来干净买了 这时候 不要在底下买票 是吧 所以说 你见 你见 这样的走势之后 你就等到反弹 是吧 这是一种 比如说 还有的 很强势 是吧 早晨呢 一波两波上 哪一波 能过不过天高点 你就留着上 哪次 不过天高点 去给卖票 第二天 见好就收 为上 见不好 就卖 也为上 我这给你想好了 卖票的是一个 关键点位 是吧 大成天一波 自由下地空间 趋势线一波 一个趋势的 下地空间 要出来 是吧 要考虑到 它的风险 关键点位 一定要卖票 这是属于什么